好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看到了 這個是在詹維中老師的家 很特別 風水老師的家 大家都非常好奇 滿足大家的好奇心 那麼接下來就要跟大家聊了 如果我們也跟詹老師一樣 買到一個裝古屋 怎麼裝潢才好咧 所以今天在節目的現場 就為大家請到了 一位是知名的設計師 朱皇石 小豬你好 嘿 你好 大家好 對 很年輕 青年才俊 這個裝潢的一個實力 經驗都非常豐富 另外還要請到的就是我們的方芸 方芸 你好 哈囉 我是小資女方芸 方芸 我們先來聊 我們剛剛看詹老師的家 當然他是一個蝦咖 但是你看他家很漂亮對不對 很漂亮 而且我覺得 因為詹老師有來拍過我家 所以當時我跟他合作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他就是你每一個角落 他都可以講出道理 然後給你就真的很受用 然後如果你真的改了之後 就真的會對運勢有幫助 所以他當時到我家 也給了我很多建議 說實在 我有照做 真的嗎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 詹老師 我要謝謝你 好像真的就是我有運氣 越來越好的感覺 真的 所以現在看到他家 覺得他這個 豐小師的家果然不一樣 而且他很用心 包括我覺得最感動的是 不管剛才那個地板 你說是那個什麼什麼魚 魚木 魚木 然後甚至於小小的一個腳踏墊 他都一定要要求是真的毛 所以我覺得很用心 對 但是相較之下用心 就花很多錢 想說你剛剛看到 他那個家說六十八坪 然後他花六百萬裝潢 剛剛這樣看起來 真的有可能花那麼多錢 對不對 的確是很有可能 因為我們看到 曾老師他家 真的像方宇講的很講究 對 小到連入口的 那個金剛杵的踏墊也要羊毛等等 包含他的樓梯間 連木地板都鋪設了 對 所以講究的程度 應該不是一般我們小資宅能想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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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看過人家門口貼自己名字嗎 沒有 老師 今天見識到了 你也太自戀了吧 老師 怕人家不知道這樣 很可愛 好 不過這個小豬的今天來到現場 很重要就是要教大家 如果說我們真的買到一個中古屋的話 我們第一個要做 當然我們不像那個老師口袋那麼深 拿六百萬出來裝潢 我們有沒有哪一些買到中古屋之後的裝潢 一些必要的費用 有 其實有一些呢 哪邊要做的 首先我先跟大家講解一下 老舊的房屋跟新城屋 它的一些差異 基本上老屋的話 它會有一些基礎工程的產生 那基礎工程就包含說一些 柴廚 防水 泥座 包含它的磁磚 水墊 燈具 鋁窗 廚具 衛浴設備 種種 九項都是新城屋已經做好的 所以這些基礎工程對老屋來講 它等於是多花的 所以它會多花了至少 我們講百分比的話 大概有五十到六十都是 做在一些基礎工程上面 所以一瓶我們抓八到十五萬 可能就有五到六萬塊到十萬塊等等 是花在基礎工程 所以可能我們買中古屋 自己要心理準備 一瓶我可能基礎工程要花個五六萬 對 那裝潢又是另外再加上去的對不對 裝潢就是一般我們室內 比方說天花板 一些櫃堤的收納 油漆 鐵工 窗簾壁紙 甚至空調 家具等等 這一些就是我們自己可以選配的部分 那選配的部分 就是看我們自己要求的等級 像詹老師他的等級特高 對 他特高 一定要漁木 對 漁木很貴是不是 漁木有多貴啊 漁木有多貴啊 因為一般來講像那種石木的地板 對 一瓶大概一萬塊到一萬五之間 所以他用的價格是 那他貼起來全家不就是六十幾萬 對 七十萬 對 哇 很貴 我當時聽還想說我家裡來貼 因為他說那個會招財運 你知道 一聽到錢就馬上亮起來 這樣那麼貴算了 對 不過這個就是 也就是我們其實經常講的 就是買中古屋可能拉管線 就是全部都要重來 免得到時候可能你裝潢都做好 他可以漏水 對 你就倒楣 那這個方芸呢 方芸家之前是不是也買過中古屋 對 其實我現在住的地方就是中古屋 但是我覺得中古屋 你有像我們小豬講的那些都重做嗎 其實我家當初買這個房子 其實也花了不少錢 就是真的管線都是重拉 比如說他的廚房可能 這不知道可不可以說 就是本來它是有一個很大的陽台 可是我們把陽台稍微就是把它整理一下 變成有部分把它做成室內空間 那你知道你管線就重新拉了 所以當時我家 我媽是花了兩百萬裝潢 就是這個房子 30坪的房子 那後來我自己就是 我當時沒有概念 因為那時候我們還小嘛 後來我自己買房子 就開始了自己第一個房子的裝潢 我才發現都是錢 你知道就是你們之前 你對著他講都是錢 不是我的錯 我是有良心的 就是我當時我的那個房子 它是等於就是也是剛蓋好的新塵屋 那我當時是抓一坪五萬 它是16.78相當於17坪 那一坪五萬我也花了70萬 那為什麼我當時這麼敢花 因為第一我已經買到這房子 我急著我要趕快租人家 所以我有那個時間的緊迫性 所以必須要趕快就是裝潢好 我錢才會進來 因為租人家才能cover我的貸款之類的 所以我就五萬就給他開了 那為什麼我不花一萬兩萬就算了 我一坪要抓到五萬 我就是覺得這是我第一個房子 我一定要好好的裝潢 我一定要把它就是弄得很漂亮 然後也希望可以就是把我的那個租金墊高 變成等一下來看我房子就覺得 哇 有一個大浴缸 對 值得值得花三萬之類的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我當時是這麼想 那後來自己的房子 就是自己住的房子 因為也住了很久了 十年了 那你開始要做一些變動的時候 對 我就沒有辦法 我真的捨不得再花那麼多錢 於是可能我會比較注意的 就是著重的點是 之後再做小小的整修的時候 對 我覺得最care的就是那個收納空間 因為你知道我們家的房子 它其實是女生的房子 我們裡面住了三個女生 那女生哩哩哩哩哩 很多 超多 那收納空間你家就已經不大了 三十坪住三個人就已經不大了 那再買櫃子 買把它做滿或是幹嘛 很擠 太擠 於是我的方法就是可能 這個是重新做的 就是可能會在 看不到的地方把它隱藏起來 例如浴室的那個化妝鏡 然後它關起來是這樣子 就是鏡子打開裡面 還放一些保養品 對 就把所有東西都放在裡頭 所以是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做 對 然後關起來就看不到了 我是用這樣子來增加我的這個收納的空間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芳瑜很聰明 他把這個看不到的地方 稍微放一點東西在裡頭 那小豬我想請問 就是我們買到這個中古屋 除了這種小地方 我們可以動一點手腳之外 有沒有哪一些錢是一定一定不能省的 我給各位觀眾一些概念 比方說我們哪些東西不能省的 我會建議說 因為通常老舊公寓至少都25年以上的房子 現在都有40年的房子 對 那我們以15年為界限的話 15年以上我都建議說水電管線一定要更新 為什麼 因為15年以上就要更新 對 以15年為一個界限 比較有一個基準 那像這個圖的話 它是一個水管 這邊這邊 不好意思 水管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都已經生鏽了 那像這種管線你如果不換的話 長期使用對人的健康影響會有多大 對 所以這些水電的管線 我建議一定要更新 尤其是電路的部分也是 你想像25年前 30年前蓋的房子 那好危險 那根本沒有人在使用電腦 現在空調設備微波爐等等之類 用電量是不符合現代的住宅來使用 所以電線這些東西管線一定要重拉 還有另外我看 另外一個寫的是鋁窗要換新 另外一個是舊的鋁窗 因為舊的鋁窗 它的隔音防水的效果 沒有現在鋁窗好 有的舊的鋁窗關不密 而且它有時候會掉下去 好危險 甚至它一些填鋒的膠 已經都已經收縮了 產生漏水 所以我比較建議說 這些東西都要更新比較好 都不能省對不對 就是管線一定重拉 然後一些窗戶什麼東西的 另外還有什麼 特別的就是防水的部分 這好重要 防水的部分真的很重要 因為有一些比較糟的污礦 你看起來好像是一點點的臂癌 事實上它隱藏的危機會很大 一旦我們像詹老師一樣 不要說花六百萬 花三百萬來裝修以後 後續才發覺它已經漏水 我們再做的話 那就因小失大 得不償失 所以我建議說 一開始抓漏防水的工程 一定要好好的做 對所以說 如果我們買了一個中古屋 然後這個我一開始的預算 沒有很多的話 其實我應該把這些錢 全部用來這些基礎工程 到先做好 然後以後有錢 再來慢慢裝潢 是不是這樣的建議 對對對對 所以呢 你看買了中古屋 其實有一些配備 你這個格局怎麼樣 我們就參考一下詹老師 然後呢 如果是一些基礎工程 要怎麼樣做好 這個大家今天來好好聽聽 小豬怎麼講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 稍微來好好聊一聊 還有哪些成功的裝修案例